黑压压一片 这不是黑画面 而是古巴18号发生全国大停电 造成超过一千万人 无电可用 古巴总理才刚刚发表全国经济谈话 表示停电状况会变严重 国家没钱进口燃料 没想到隔一天就陷入大停电 接到一片漆黑 只能靠车灯提供灯光 民众在家改为点蜡烛 政府取消所有非必要服务 学校电影院和剧院也通通关闭 以优先保障家庭用电 由于大众运输停摆 交通耗制停止运作 让古巴首都哈瓦那几乎陷入瘫痪 主要原因是一座主要发电厂故障 古巴正在经历自从苏联解体后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出现极高的通货膨胀 以及粮食药品和燃料短缺 就连用水都缺乏 雪上加霜的是 现在停电状况又恶化 古巴政府长期以来 将问题归咎给美国冷战时期的禁运措施 并且称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 祭出新制裁 让古巴难以取得石油燃料发电厂运作 所需的燃料和备减 由于看不见解决危机的希望 许多古巴人选择移民 远走他乡 换讯R0做不到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